美国苹果公司看中彰化 计划在当地设置资料处理中心 还有绿能电厂 不过设厂的地点会在哪里还没有确定 田中高铁站的外头空荡荡 原先彰化县府对外宣布 五十六公顷的产业专区要给脸书设厂 目前暂时卡在水电和土地价格谈不拢 现在又传出美国的苹果公司 也看中这里要来设置资料处理中心和绿能电厂 张化县府不愿证实 美国苹果公司是否和地方有接触 主要是受到脸书投资案不顺利的影响 而张化前后被跨国科技大厂向重 原因之一是台湾的水电价格较便宜 县府强调张化有很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路网 沿海发展绿能以及临近台中火力发电厂 都是很好的资源 水公司也同力调度水源 水和电都不是问题 而环保团体则是希望 厂商要自己先有能力解决水电的问题 环保团体认为高科技产业要先有自己供应水电的能力 评估对环境的冲击之后再谈设厂 而目前苹果为了因应越来越大的资料流量 除了想要自建资料处理中心 还打算建造绿能电厂 不过该怎么和环境取得平衡 有待考验 杰林健生 张化报道